医院的暴力行为近来是层出不穷 新北市恩主公医院的急诊室医生林一植 两度被黑道病患殴打 而今天是第一次到返桥地方法院开庭 提出了和解方案 当庭撤告 过在桃园也发生了一起酒醉男子打破玻璃 让医院的安全行为不得不重视 接近中午 身穿蓝衣的男子酒醒了 想离开医院 走到急诊室大门却打不开 竟要挥拳把玻璃门击破 父亲在旁不断苦却而自 频频拴住他 就怕他伤害一旁的医护人员 父亲有稍微把他拴住 抓住 控制一下 然后把待会冰床压住 情况大概就喝醉酒 那喝醉酒他大概没办法配合治疗 那就把点滴自己扯掉 那就往外走 暴力事件不止这件 发生在今年4月26号 身穿白袍的林医师 被一对酒醉的情侣大闹急诊室 挺身而出却被拳打脚踢了5分钟 打到脑震盪 让他提出高速 医疗场所的暴力行为 不是只有在电视上会出现 他如果出现在你周围的时候 可能会维持你家人跟你自己的安全 林医师对于伤害一事 打算撤销告诉和解收场 至于之前的视线 拒绝帮曾经对他施暴的病患看诊 会不会提示没有多谈 只希望借由视线唤起大家对医师安全的重视